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昨天对分析分众传媒的文章中 价值事务所提到 分众的商业模式非常讨巧 其本质是在一个密闭空间中 电梯电影院强迫大家看广告 有点类似于上海机场的逻辑 当然强迫性肯定不如上机墙 在电梯电影院打广告都讲究规模效应 不论广告主还是相关资源方 肯定都愿意同最大的平台合作 这其实和互联网平台的逻辑是一样的 资源方越多意味着影响力越大 那么广告主越愿意来投放 广告主越多意味着钱越多 资源方也就越愿意来 最后达成一个正循环 由于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平台之一 阿里入股了分众 两者联合后双方的数据打通 进而实现了一个广告闭环 上述一切构成了分众的护城河 只要电梯电影院资源还在 商业模式就可以一直成立 之前很多人害怕互联网媒体兴起 会抢分众的生意 而后又慢慢发现 这些互联网大厂 也逐渐成为了分众的客户 由此可见 虽然科技市场在不断变化 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我们只需要抓住那些不变的东西 就可以以不变因万变 不过既然分众的商业模式如此出众 为何近五年的市值都呈现相提振动模式 要知道资本市场短期虽然是神经病 但长期还是很精明的 答案就在于 其近五年利润呈现出过山车走势 2018年时 利润结束了之前好几年的上涨 首次出现下滑 2019更是出现断崖时下跌 用了两年时间恢复 在2021好不容易创出新高 2022又来一个断崖式暴跌 2022年公司业绩断崖式暴跌 很容易理解 毕竟一方面 去年线下风控过于严重 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居家办公 线下人流量锐减 另一方面大环境不好 谁也不知道破疫情会持续多久 绝大多数品牌方都对费用支出更加谨慎 尤其像营销这类短期看不见效果的钱 可以说能省就省 因此整个广告行业都出现大幅下滑 2022别说分众日子不好过 价值事务所自己日子都不好过 2022都踩了圆的 因为实在太难接到广告了 两个原因一叠加 分众2022年利润腰斩 便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2018至2021年又是怎么回事呢 分众为啥坐了个过山车呢 还记得昨天的文章所长讲了啥吗 所长讲自己一开始对分众的护城河理解是不够的 当初觉得分众和电梯物业电影院签协议 然后转手卖给广告主 这个是分众能干 电梯物业电影院难道自己不能干吗 或者别人不能干吗 这是技术含量并不高呀 是个人应该就可以做呀 2018年仿佛是为了印证了所长当初的想法 其最凶残的竞争对手新潮传媒开始高调入局了 在入局之前 新潮还发布了关于全面争夺分众一元级客户的通知 大致意思就是 2015到2017年 在分众投放的广告金额超过一亿的客户 只要与新潮合伙人见面 立马获赠价值1000万的新潮广告资源 还可以在之前与分众合作价格的基础上 直接打五折 见过抢生意的 但如此指名点性 高调抢生意的还是少 这样残酷的价格战 分众肯定还是有压力 因此 为了应对未来更激烈的竞争 分众开始大幅扩充自己的广告点位数量 至于为什么要靠增长剔美点位来应对竞争 因为分众所做的生意本质是一门规模性生意 规模越大越强 具体原因大家可以看昨天的文章 按照其老板的规划 到2018年底 自营电梯媒体资源点位要扩张到300万个 终端日覆盖超过3亿主流人群 2019年更是要达到500万终端 日覆盖5亿的主流人群 然而2018年 公司点位数量虽然迅速增长 一年时间增加了100多万 但并没有达到老板之前300万的规划目标 甚至2019年还进行点位的缩减 离之前定的500万的目标越走越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跑马圈地一时爽 可跑马圈地过快大概率会出问题 毕竟一口气吃太多 一定会消化不良 在2018年 疯狂扩了100多万点位后 分众忽然发现这样下去不行 好在公司果断叫停 并用了两年的时间 对之前的点位进行消化 甚至还舍弃一些不那么优质的点位 一直到2021年 其点位数量才重新恢复增长 2021年也是其业绩新高的一年 如果没有疫情 想必分众2022的业绩 应该会继续创新高 点位数量继续稳健增长 可惜疫情的加剧 打乱了公司创新高的势头 反而让其业绩再次回落到 2019至2020年之间的水平 当时所有人都不清楚疫情何时结束 影响何时消退 因此分众市值回落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不过太极的奥妙就在于 阴急必定生阳 阳急必定生阴 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之时 疫情一瞬间就结束了 2022年12月放开 2022年1月 全国人民就陆续扬康 到2月 低迷已久的线下生活 以及消费市场 仿佛一瞬间就全部回来了 2023年 国内经济复苏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再烂也不可能烂过2022 因此 一方面 分众的主营梯媒广告业务 一定会复苏 只是力度强弱而已 不论如何 都应该比2022强 要是经济复苏力度强 再加上公司线下新点位的增加 业绩超过2021 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面 公司的电影广告业务满血复活 2019年 电影院广告 为分众贡献了16%的营收 2020-2022 这一块业务几乎归零 如果没有疫情 公司2021年整体业绩 本应该会更好的 2023年 随着票房的恢复 归零的这块业务 首先会大幅复苏 创个新高 也不是不可能 其三 公司的海外业务模型 已经跑通 在昨天分析分众的文章中有讲 分众的200多万个梯媒点位 不仅仅只在国内 还覆盖了韩国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国的 50多个主要城市 截至2022H1 公司布局较早的 中国香港户外广告 以及韩国 印尼 新加坡的电梯电视媒体 广告业务 均已实现盈利 这充分说明 公司商业模式的 可复制性 以及出海逻辑的成立 未来海外 也将逐步进行 业绩释放 从而助力公司 整体业绩 因此 虽然2022年 分众的利润 只有28亿 但市场 对其2023至2024年的 利润一致预期 却是46.7亿 58.33亿 雅 雅 外游 雅 晚餐